看到梅雨封面再度北移 今天全台湾各地又开始下起大雨 气象局就警告 因为南边低压的西南气流 引进了大量的水汽 所以在今天明天两天 全台湾都将发布豪雨特曝 南部山区这个周末累积的雨量 更可能会比上个星期日还要多 大雨不停从天上落下 街头行人即使撑人雨伞 身上还是湿了一大半 指着累积雨量图 气象局更担心 已经呈现红色和紫色的南部山区 上周传出灾情的嘉义 高雄 屏东 台东山区都陷入豪雨威胁 更让气象局担心的是 这波雨势至少持续到30日 预测雨量更可能比上周日还多 那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 从南海附近这边有一个低气压 也向台湾这边移动 那今天已经并入到了 这个封面云系里头 所以这两者相加的结果 导致今天的水汽是比较丰沛的 气象局拼命提醒 但幼雨却被嫌太难抖 不如预报中心主任在脸书上 低气压后面拖着长长的一股西南气流 这是我们必须关心的这种生活化说法 其实大家的用字潜质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站在防灾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些 一起同工之妙 脸书和官网用语不同 的确容易造成误会 到底该怎么让民众更容易了解 应该是气象局最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民营新闻综合报道